最新更新 由2022年5月1日开始,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旅客 不再需要进行入境前的RT-PCR检测和大达市的RTK-AG检测 而所有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 都不再需要购买投保范围包括生冠化炎的旅游保险 大家好,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介绍沙巴和沙拉园的入境程序 大家做好准备就可以安心前往沙巴和沙拉园旅游 大旅客如果已经在吉洛坡或者其他州份到楼 不需要再进行入境前和大达后的检测 可以自入飞往沙巴和沙拉园 未有完成疫苗接种的旅客 和检测结果是正常的旅客 就要在入境所在的地方进行隔离 例如你的航班是由香港直飞加隆坡 在专机前往亚比或者沙拉园 你就要在加隆坡局势机场 即是第一个入境店 进行专业管理的RTK快速行列测试 或者例如你的航班是由香港直飞迈来 再转机前往亚比或者古俊 你就可以在亚比的机场 进行专业管理的RTK AG快速行列测试 所有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都不需要进行出发前的RTPCR 核酸检测和戴达市的RTK AG快速行列测试 而入境沙拉园的时候 18岁以下的人士 就会根据同行父母的疫苗接种进度 决定他的隔离情况 如果他是自己一个人前往沙拉园 那就需要进行隔离了 而大家要留意沙巴是按出生年月日 来借你的岁数 而由5月开始 皇家门来RTK也有提供职日的专机服务 大家可以留意哦 大家都可以重温马来西亚旅游出进国的入境程序 和上见问题的视频 和留言我们Facebook的字顶贴文 做好准备就可以安心前往马来西亚旅游了 现在之后想提关于什么主题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一集或者马来西亚见啦 祝大家一路顺风旅途愉快